你好 我是老胡 欢迎大家来到老胡的长征频道 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我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面的一次网购的体验 美国亚马逊老板现在是世界首富 大家知道的做得非常成功 我以前做过好几期节目 讲过亚马逊这不是一个平常的公司 那么今天我跟你分享的这样一个购货的经验的话 你可以感觉一下它的服务 我在前几天买了一个东西 你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 三星128G的这样一个存储卡 没多少钱二十几块钱 对于这些这个畅销品的话 它一般都在本地仓库有囤货 所以呢都是20小时能送到 在美国这样一个电商环境里头做到 20小时生活是相当不容易的 那么其实我多次测试过 不要20小时大概大半天就收到了 有的时候晚上下单第二天一大早上就收到了 那么这一次的话第二天没收到 然后我就因为以前出现过类似情况 我就再等了一天 还没有来 我就打电话 美国的亚马逊这个客服非常棒 不会讲你M1请M3请M5请M8 他人工智能做得非常棒 你打电话就讲 我讲追踪包裹 然后他那边马上就给你接通 很快就有一个活人在那边跟你说话 信息一爆 他马上就知道 你是不是询问你这张卡片的东西 我讲我没收到 他讲好对不起 我马上给你重新下一个单重送 这个就准时在20小时收到了第二个 然后再过了一天收到这个东西 我后面又收到一个包裹 这个就是最开始那个包裹 我没有收到的那个包裹 里头就是这个卡片的包装的 所以这个的时候我先收到的 已经是他后面寄给我的 我已经拆开了 那么收到以后了 我就向他报告 我想那个我收到两个怎么办 那按照一般的常规处理 你知道是什么 后面这个他就不要你的钱了 让你留着 这个事情的话在我身上发生过几次 正常的手段是这样 我不知道当然我这几次都是不是特别贵的 基本上都在100块钱以下的 贵的他是不是会 当然会要你寄回去 当然寄回去也很方便 直接贴一张条子 扔到这个UPS 他就寄回去了 不要你掏钱 应该还可以打电话叫UPS上门来取货 也是应该可以的 但是我没有试过 我都是自己送到UPS这个小店里头去 在美国这个电商环境里头和人力 就是超贵的这样一个环境里头 要做到这样一个服务 真的是相当不容易 他的客服 我试过多次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什么叫做以人为本的服务 他整个的系统设计里头 就考虑到有这样的容错系统 退换货率 不会像商店里头像 这个一线的客户百般刁难 不让你退货 像这种情况的话 他不是讲今天心情好 这个客服就这样子处理 我是好几次在我身上发现 周围的朋友也是经常这个样子 就是他承诺24小时送货给你 然后由于他的错误 他没有及时送达 那么他就认错 并且你看呢 他有完整的退换货系统 实际上一装 然后把这个东西退回 这个贴一个UPS的单子 也寄回去也要不了多少钱 但是他的原则就是讲 我们对不起了 所以呢补偿你 第二个你就自己留的吧 也不要退回我们了 这种东西不光是在这个亚马逊里头 在其他一些正规的大店里头 北美 在加拿大我都碰到过这种情况 就是商店里头标错了一个价格 然后你出门的时候发现收错了 按以前早年的时候 他都会讲 由于我收错你的这个东西 我就不要你的钱 不是讲改政治错误 他讲不要你的钱 你直接拿走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发生了变化 最近这几年 这种情况不是太多了 这些店里头基本上就算错了 对不起 然后呢再把它修正价格 他不会把那个东西免费给你了 早年我我已经到这边20年了 那个十几年以前 基本上很多店都是这样子处理的情况 由于这个美国社会和加拿大社会 产生了一些人口结构的变化 使得这个商家也变得变越来越聪明了 商家在电商的冲击当中 这个生意也很难做 所以在如此这种严峻的这个商业环境里头 亚马逊做到今天这个服务的水准 是应该大大的点赞 所以呢我这么多年 基本上我主要的网购都从亚马逊上买 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便宜 它以前是一直是基本上是最便宜的 但是现在它已经不走网络最低价这个套路了 它走服务走质量走选择 尤其是它的那个用户的评论这一块 是它宝贵的大数据的财富 你一般我买这个东西 就在网站上看一下这 只要是过百的四星级以上的 像比如说那个好评有上千的这种东西 你基本上都可以相信没有太大的问题 并不是讲它这个用户评测的系统是完全没有漏洞的 但是它对这一块是打击是相当盈利的 相信在这个亚马逊上开开过网店的人都知道 他是下手特别狠对这些商家动不动去关他们 这个关店关账号然后发款这样等等 非常严厉的 所以到目前来讲 我个人的理解和体验 在这样一个商业环境里头能把电商做到这样的 服务水准和这样一个效率是相当相当厉害的 难怪他的老板贝索斯会成为世界首富 做这样一个个位数毛利利的这样的生意 能做到这么大的规模 真是好厉害 别忘记了此一时彼此贝索斯曾经被评为 这个上市公司里头最糟糕的老板 今天就做我这期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小小的一次网购的体验 占便宜 二十几块钱 跟大家分享我的小小的快乐 好的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